为了推动客家文化产业 简安乡公所特别推出了体验农村文化 奇遇及野风情小旅行的活动 与根山根田特展中的职人小农 携手串联了观光廊带 体验农村有特色的文化之旅 田野旁停了一整排单车 但是却不见骑士踪影 原来他们都到了田野里 体验种菜与栽菜的乐趣 这次简安乡公所办理的农村文化 奇遇及野风情小旅行活动 总共吸引到来自全台各地 将近30位民众一同参与 真的我是第一次在田里面这样子摘韭菜 然后也在田里面直接这样剥 那种感受 农人真的是很辛苦不简单 像我是从台北来 有点不方便的状况之下 我发现他们都很乐意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这些人情 大家人情会真的很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极安 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们 不管你不下过田 不管你宰不过韭菜 不管你在田野里面是不是有乐活过 今天都一次把我们的经验满足了 而且宰完之后呢 就可以下锅里面大家来品尝 这次的小旅行活动获得极大回响 不只获得全台各地民众的支持 连在地农业职人也加入共同推广在地农业观光发展 与乡镇携手打造一村一特色的愿景 能够把农业带到观光的路上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讲的附加产值是最高的 不只是说在产销这一块的部分 那如果说能带去到观光 当然不外乎这是一个活水 也能把我们的农事的这个特色部分 带入到家庭 带入到我们的社会里面 他们才知道就是说 哇很多东西是得来不易的 是一个很多的心情的写照的部分 才有一个丰收的成果 让他们一方面也可以脱离都市的生活部分 走到农村来体验 这个是我们讲的男人可贵的部分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极安农村之美 极安乡公所特别办理主题式的一日游城 深入农村探访乡间小径 带领民众认识极安市保 透过亲身体验 并且入菜品尝到地的客家风味餐后 让更多人能够认同极安农业用心管理的方式 也对极安农业的好口碑提升信赖感 让极安农产业增添了一份温度与情感 记者 许丽琴 极安相报导